数学想想故事物 南投师之培训计划 在现议员陈宇军以及叶人窗的协助之下 日前在埔里镇育英国小开课 人本文教基金会董事吴立芬表示 也感谢这次协力的两位议员 让数学想想能够在埔里镇推广 本文教基金会推出第一本数学想想教材 目的就是希望用这本教材来补足偏乡的教育资源 那能够来到埔里真的是一个福气 刚好我们埔里有两位非常热心的议员 业议员跟陈宇军陈议员 他们两位议员在他们大力的支持之下 其实我们这个培训的消息才能够在地方上流传 那流传之后才有很多热心教育的家长跟老师 来报名参加这个师资的培训 老实讲如果没有在地的师资培训 我们是不可能能够建构在地的教育的力量 现议员业人创表示透过有别于以往的数学教学模式 可以让埔里的小朋友的数学能力 未来来经营可以大为提升 那我今天非常开心 那这样的一个搭桥建桥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工作 目前初步有一个小小的成果 那我们埔里总共23所学校 其实几乎每一所校长他对我们的数学教育都非常的有兴趣 也非常认真 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建制带下来 对地区的数学的教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现议员陈怡君表示 在南投县孩子们普遍对于数学以及英语的学习比较有恐惧 但这不表示孩子们的学习力不足 而是可能在教学的方法以及教材上有所缺乏 也感谢人本文教基金会能够将数学想想新的教学方式带到埔里 相信这个教学方式能够让孩子们将来学习数学有很大的改变 我想的孩子之所以在学习上面有困难 并不是说他的资质不够好 而是可能在教学的方法还有教材教法上面 还可以更有进步的空间 那谢谢数学想想带进了一个新的逻辑思考的概念 让孩子们从阅读理解当中 去了解数学的逻辑概念 而不是从抽象的数字当中去学习数学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对于孩子在学习的历程来讲 是一个翻转性的改变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人本文教基金会 在埔里镇推广数学想想的用心 也期待透过数学想想新的教材以及教学思维 能够帮助埔里镇的孩子们提升孩子们的数学能力 记者陈唯一 埔里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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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